中期选举蒙打经济牌,特朗普问选民,工作和暴徒你选谁? 特朗普有什么本事?究竟能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? 这是一个他和共和党在11月6日的中期,选举中需要接受选民投票检验的挑战。 毫无疑问,特朗普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总统,但他和其他总统一样清醒。 经济才是做稳白宫的关键,担任总统即将满两年的特朗普。 将以什么样的经济成绩单,迎接对他的重考呢? 合理立足?唯有经济 中期选举前的最后一份就业报告在11月2日新鲜出炉,这是美国劳工部向全美选民提供的另外一张选票。 特朗普的经济票,选民打勾还是打差? 劳工部报告显示,全美非农就业人数10月份增加25万元。 远高于专专业的汤森路透金融和风险业务Waffinotiv预计的新增19万个工作。 工作岗位比专家所预期的足足多出6万个。 在制造就业方面,特朗普的自信并不是凭抠而来。 10月份,失业率则维持在3.7%,为1969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,这是近50年的低点。 准确说,是49年。 全美就业人数增加到创纪录的1.566亿人,就业人口比率增加至60.6%。 为2008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。 务力参与率有9月的62.7%上升至62.9%。 特朗普清楚,选民们有工作,才有投票意愿,有饭碗,才有生活更上层楼的动力。 在美国尽量来蓬勃发展的经济中,工资增长是最弱的一环。 从2008年中期经济复苏至今,一直落后其他经济指标的工资增长幅度。 10月份首次突破3%,平均时薪增加5美分,较去年同期增加83美分,年增率有9月的2.8%上升到3.1%。 10月份医疗保健行业表现最佳,增加了4.7万个工作,休闲娱乐业新增4.2万个工作。 建筑业增加了3万个工作,运输和藏储业新增2.5万个工作。 制造业新增3.2万个工作,服务业增加17.9万个工作。 特朗普发推文写道,美国就业人数在10月就增加了25万个,这还是在有飓风影响的状况下。 失业率低至3.7%,工资也在节节升高。 这些数据太棒了。 继续加油,投票给共和党。 众议院议长保罗,瑞安,Paul Ryan,在华盛顿观察家报,The Washington Examiner,发表文章指出。 好的经济指标显示,特朗普时期的共和党人正在兑现他们在2016年大选时做出的承诺。 瑞安敦促选民,要在11月6日选举日那天出来投票支持共和党,以便共和党能够在成功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经济强劲,并为更多的美国人拓展机会。 中期选举议院议。 中期选举议题中,经济到底重不重要? 今年的重选,非法移民与边境管制,医疗保健和大法官卡瓦纳提名,占据了绝大多数选情的议题。 但尽管如此,纽约时报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显示。 就业与经济的关注程度仍然高于其他话题 毕竟,这是直接关系到老百姓幸福感的议题 白宫就强调,数据亮眼,得益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希特说,自从特朗普总统当选以来,已经有130万失业人口 脱离就业市场的人,重回就业市场,得到有满足感生产力的职业,他们重新找到了工作 他强调,目前美国经济没有面临通胀威胁,希望这会让联储放满加息步伐 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马尔瓦尼,Mick Malvani,说,这或许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好经济 对于特朗普来说,这一切都是好消息,强劲的经济消息传出之际,他指责民主党人因为南部移民大篷车问题负责 他推出了一个新口号,让选民关注到就业市场的强劲增长,和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会造成的麻烦 选业,选业是在工作预报图,Jobs Not Mods,之间的选择 问题来了,积极的就业数据在多大程度上能转换成选票 有近六成选民认为,他们没有体会到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好处 对此,有选举专家指出 选民更关注的是自己本身的经济收益,而不是整体经济走势 总体经济已经亮眼,摆在特朗普面前的题目,如何让每一个劳动者个体能感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 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和满足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